又白又软的大包子你们想吃吗 下面就把调戏的方法和和面技巧告诉你 出锅皮包卸响一圈三连求我关注 首先先来和面 一千颗面粉中倒入半点干活性酵母 适量的浮酒 再添加适量的温水把它调成面絮 最后和成这种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上盖子端到一旁先给它醒发着 下面再准备一把泡好的台杆 洗干净切成小丁 切好放到盘中备用 另起锅稍微多倒点油 放花脚姜片胡萝卜香叶桂皮 把他们的香味激发出来 炒香之后捞出料渣 然后放入准备好的肉馅 再将肉馅里面的水分炒出来 炒出香味 肉馅炒好放入台杆 和一些配菜胡萝卜木耳 还有粉条 拌匀调味放盐 鸡精难得调味品 胡椒粉 蚝油 一勺生抽 最后再来点酱油 充分地炒拌均匀 像这样一款美味的包子馅就调好了 这时候的面团也喜欢好了 全是蜂窝 放到案板上 再揉面排气 然后把它擀成大小均匀的包子皮 上面放入我们调好的馅 根据自己包包子的手法 把它捏成你自己不喜欢的包子 制作视频不易 视频都看到这了 如果你手机还有电的话 请帮我点个爱心支持一下 万分的感谢 像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包子就包好了 包子包好之后 直接放到蒸锅中 中间留够空间 盖上盖子需要二次醒发 醒发好再开火蒸20分钟 好了之后打开盖子 哇 不会说不塌陷 个个松软 当上桌就可以和家人明明的享用了 这样蒸的包子吃起来有一股老面的味道 皮薄鲜朵 比包子店卖的都香 喜欢的家人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 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转发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下期视频再见